用檳榔叶当作盘子 煮起阿美族传统的石头火锅 2018年桃园市农业补兰会 4月即将开幕 桃园市原民局打造的 原民家屋专区 27号也举行开幕茶会 邀请野菜专家 介绍各种植物的使用方式 在我们阿美族地区 非常多的这个檳榔叶 所以檳榔叶掉下来的时候 各位一定要把它带回家 做檳榔叶窍 整理出来的也是一个盘子 早期我们没有碗盘 就是用这个 桃园市原民局长提到 桃园地区7万的原住民人口 阿美族就占了3万多人 因此将今年原民家屋主题之一 设定为野菜文化 希望呈现阿美族如何利用 野菜的生活智慧 野菜文化的介绍 从我们的生活面 一直到建筑面 都能够让我们在野菜的部分 能够建制出来 第二个馆是叫做 太牙生活馆 也将我们文面文化 以及我们 像我们的织布 生活器具都在那边享受 野菜专家表示 阿美族野菜种类超过200种 这次介绍20种作物 像是红梨 乡村等 希望透过桃园农业博览会 让民众认识阿美族 如何运用传统智慧 做出美味的野菜料理 原始新闻 南部大陆 桃园新屋采访报导